大家好,我叫多米尼克,今年14岁,我和妈妈还有可爱的猫咪和兔子住在布列斯特市,我目前在德基中学,读八年级,我喜欢阅读,缝纫,编织,绘画,弹吉他,写小故事,我计划今年夏天考取前睡证书,我也喜欢旅行, 下一次的旅行计划是参观中国的长城、古宫和填堂,希望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民族美食和历史传统文化 随着一代一路的发展,把俄罗斯与中国有着越来越密集的合作关系,而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一起升世界前列 因此,将我汉语会进一步拓宽,未来我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就业和置业的发展集会 仅中国就有14多亿人口,如果再考虑到台国、印度尼西亚、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华人 那么将我中文将维权世界的年轻人打开友好交流的大门 中华文明有不前多年的历史,汉语和汉字穿载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非常喜欢学习中文,学习汉语帮助我培养分析能力、记忆力和思维的灵活性 经过几年的努力学习,我已经不再害怕复杂的汉语知识和汉字了 我的汉语知识帮助我走在时代的前列 在古罗马年轻人积力学习拉丁语 后来拉丁语被西班加语、法语、一级战后的英语所取代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进步,当今世界迎来了汉语者 我相信学习汉语是对俄罗斯未来的一下绝佳投资 也是在顺西亡辩的世界中,担救一席之际的最佳途径之一 去直接学习的封密并 好,我相信学习的封密语 我相信学习的封密语 宁明 都不会有